一个整体的幸福一定是以组成这个正体的所有个人 或者绝大多个人说他幸福才是幸福 你说我这个人很健康 但是每个细胞都快饿死了 举个例子大 那你这个人也是有问题 就是说你不能只说整体 不说个人 那么一定是整体的幸福是通过个体来体现的 所以你不能替代只能补出个体来 就整体的幸福 那么而且最重要的是体悟天道人并不是天人 今天要注意 这跟民主人一样 对 体悟天道人 比如说甚至像耶稣 甚至像比如说穆罕默德 释迦牟尼等这些人 他说我都 意思是说我告诉你真理我是神的儿子 他讲这些话 当然现在他被基督教抬到了神的类似了 但是我只是说 其实如果是一个人他说我体悟天道 我刚才讲这些是有动物 但是他究竟是 还是有 反过他要讲这个问题 他也不绝对 所以摸上来讲 我们说宗教是好的 它是有一些真正能够通过直觉 通过动物去达到理解天道的程度 但是它仍然是局限性的 所以宗教是好事 通知它是有限的 还是能看的 所以从地域上来讲 我们不能简单地讲的整体主义 因为还有一点 整体主义这个词 其实有时候是和专制主义在一起 我代表了整体的利益等等 所以这是一种谨慎的态度 这一方面 我们承认宗教的正面意义 它对人的经验和通过经验 获得的社会秩序的规则 有限性的弥补 但同时也要谨慎地对待自己 这是 那么现在就讲到这个儒家了 这个儒家的东西 这些是先行儒家 先行儒家它还是格物置之的 但是儒家其实 刚才讲的格物置之和正面诚意乡 它也是代表了儒家两个传统 大家知道这个很有意思 但是他先行儒家主要是格物置之 就是从经验中来的 我最近也在读三里 就是儒家的经典 就是礼记 仪礼和周礼 其实这就是大量对当时的习惯法和行为规创的记录 就是思考和提炼 它是这样一个论随 这个很符合我刚才说格物置之 孔子从小 就是少而好地 就是从小就学礼 而且小时候就把礼作为一种游戏来玩 就是跟那个同伴去玩游戏 就是假装大人去做礼 大家可能知道 有些童子的故事里讲过 他从小就这么长起来 所以他对这种经验中的积累很多 到后来形成 他当然很聪明 很有悟性 所以通过灵次道 他提炼了很多原则 这个还是这样的 那么 但是到了后来 不断地被拔高 因为孔子的理论里面 其实也有天和上帝的概念 就是最高层的概念 但是他不是那么强 所以我说只能说 他更多的是歌舞直视 但他肯定有正心诚意的成分 但后来是突然被拔高 到董忠夫 他讲的天人感应的时候 他实际上是在拔高 所谓的顿悟直觉和整体主义的这种去向 就是他 董忠夫这家他做了这样的事情 那么到宋代儒家革命以后 那么他强调的是天理 强调的是天理 所以他想进一步发高 就是到了宋的时候 其实这个 这个所谓的正心诚意的这样一支 就是发展的逐渐成熟 那么到后来像这个 这个 理学 理学是诸悉的 我说的是像 陆家兄弟他讲的新学 就新学的发展 新学是这一支 所以这陆家呢 它是这两个传统的 它都存在 那么当然 科学和民主是各种知识的 这是没错 科学肯定是经验的 而且是可控可重塑的实验的结果 它必定是以经验的技术 最狭义民主的就是投票 这个投票就是 假定每人都有自己的厉害 这是假定每人都有自己的厉害 没有关系 你有自己的天思 但是我们通过投票 互相制衡 最后有一个总体表达 通过个人投票 形成一个社会的表达 就是社会的选择 到底某一项政策到底多少人拥护 这完全可能是经验 就成本生育分析 它是这种东西 那么宗教和类宗教都能整形成一个结果 我刚才讲的 宗教肯定像这些一神教的都是 是吧 那么类宗教方法中我讲的是儒家 儒家是有所谓的 我刚才讲准宗教和类宗教 有什么这样的东西 因为那个味道 这个味道 这个 你要说儒家不是宗教 那我是不同意的 但如果儒家 非要改造成一神教 我也不同意的 就是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 那么 这点就讲讲这个 也是我们大概一个结论性的东西 就是我们讲的干什么 我刚才讲的就是 就是这种经验的 就格物置之的 行人下所形成的 认知 它是有限的 这件事 它是有限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人类必须要认知自己的有限性 这个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 其实主要是凡人 它就是有限的 凡人形成的组织 它也是有限的 但是人类社会也就容易犯错 这个犯错就是 认为凡人 它可以达到一个 无所不知 无所不明 不能的那种境地 就是说 人类 它有通过格物置之 对经验进行总结 提升到 这个 这个 所谓的 理论 提升到 这种 理论传统的高度 但是它仍然是有限的 那么如果 不这样认识 认为 你看我们理性主义 达到了多么高的高度 那么这个理性主义 一定是最高的 认知 那可能就会更臭 这是我们想得出的一个结论 比如说像 我这里提了几个例来 一个日本神道教 日本神道教 大家要看 这不是一个宗教吗 这个宗教是一个 不是一个正心诚意的 正乎的传统吗 是吧 但是大家知道 日本神道教 它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是 在这个神道教里 那么 它的最高的神 叫天造大神 当然这个神道教 我再讲一个 是近代以来 才 某种上是 人为设定 形成的 这样一个宗教 它不是一个传统宗教 大家说 古代以后 神道教 没错了 但是现在神道教 是在明治维新的时候 由日本任务设定起来 你日本就是这个经验了吗 对 崛起先搞个宗教 对 他们明白 就是说 他们在学习西方的宗教为基础 但他们没有一个本土很强势的宗教 在日本是佛教很强势 但是他觉得那一点也不能用 所以他用本土 然后他就把上古的一些神话 重新解释 那么其中 这个最高的神 叫天造大神 相当于最高的神 但是他说 天皇家族就是天造大神的后代 大家知道这个错误在哪儿 在于 本来有一个超越人的神在上 但是他说 我们这些凡人也是神 是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错误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等于日本天皇就是神 那么神是什么意思 神就是没有错误 神是不会犯错误的 神说的话就是最高正义 那么日本天皇代表着 日本的国家里面上的最高正义 那么日本人就可以去 在天皇那种号召下去 去侵略亚洲 侵略中国等等 这些事情都做了 那么这个肯定是一个大错 当然我这里录了两篇文章 叫《国家一席斯》 《靖国神社》 可以看看 为什么《靖国神社》是错的 《靖国神社》实际上是 把宗教作为战斗工具 作为战斗工具 就是说 《靖国神社》在二战期间 是隶属于日本陆军部 它不是一个民间的神社 它是日本正土的一个神社 然后所有死的人 都可以临位地 被放在靖国神社 让他们祭拜 而这起到很重要 让大家觉得 你不要怕死 你死了就成神 对呀 它其实成了一个战争工具 那个神风突击队的 对 都是这样的 就是它一死你害怕死 在《靖国神社》 在《靖国神社》实际上 大家有性可以看 还是要有性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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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 这个维力主义 维力主义就是 英文词是 科学主义 但是还有其他词 就是 也是 大概也是 就是海瑟用的词 就是维力主义 维力主义 他认为人类理性 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高度 那么 什么都要经过理性的设议 才是最合理 那么所以呢 人类社会也要经过理性设计 然后人类的经济也要经过理性设计 所以这是计划经济的基础 那么 所以大家知道 计划经济的灾难性结果 所以这个很清楚 就是说 所以把有限的 理性主义就是说 理性主义是取得了一些成就 但是他化得夸张了 他认为他可以人造社会 可以人造社会 可以人造经济 可以人造政治等等都可以做 是吧 那么结果 是 那么还有就是神话毛泽东 大家知道毛泽东的时候就是 毛泽东本来是个凡人 是吧 大家都都很清楚 是吧 那当然呢 到文革的时候就是在神话 就是毛泽东的话 具体是真理 一具顶一万具 是吧 当时说的话 具体是真理 还一具顶一万具 那就是神说的话 然后反而呢 他犯的错误 或者不是错误 或者不是他的错 是吧 所以这个刚才讲过 就是毛泽东 他一旦被神话 他的错误就没法追踪了 所以这是灾难 包括三年计划和共产大革命 是吧 就是这些都是 毛泽东本来就是有限的一个 理性有限的凡人 这个非常清楚 是吧 所以 所以呢 这是一些例子 就是我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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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考 这个 这个 认识 从认识论角度去思考 问题的时候 就是 我们会发现就是人类 要犯的错 因为 比如刚才讲的那种 格物自知 所带来的那种有限性的知识 不要把它夸张了 是吧 那么 法国大长就讲 这个 这个儒家和经济学 这个 这个儒家呢 就是 应该说 对这个有限性 就是对人类有限性的 有清醒的认识 这是 这是 我之所以要称到 我家的地方 就是 这个孔子讲 天和言才 是吧 那是最高的 就是最高的 天和言才 四十几年 百物生前 天和言才 就是说 天不说话 但是四地照样变化 万物照样生长 天没有说话 这很清楚 是吧 那么 这万物照样不是我们的努力 不是我们的做的什么贡献 是吧 这是天道事 这个上面是个天道 你要知道自己的有限性 那么 还要能子不语 怪人论神 他从来不说这些话 这些东西 为什么他不懂 他不懂 他不懂 怪人论神 这些东西 太怪语了 我也不能理解 那么他说呢 未知生念知死 也是这个意思 是吧 就是 有人说死是怎么回事 他说我不知道 那不知道 我就不说了 是吧 我觉得 保持一种 知识保持一种紧身态 不说别把我当圣人了 然后 问什么问题 我都告诉你 我知道了 这也不可能 所以孔子也说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事实 这是一个非常好 恰当的一种认识的态度 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而 不知道没有什么可羞耻 因为人是有限的 所以 这是很有意思 那么 最后 我们讲到经济学 就是 为什么 这跟经济学有关呢 其实 经济学 可能很多人对它有误解 就是经济学 你看到经济学 你可以打开 那么多的数学公式 那么多的定理 一堆东西 然后觉得 把这些背下来 我一定是个经济学的好医生 我从来说不是 如果你全背下来 你没懂 为什么 经济学的基本精神 它的精神内核是什么 这是这个核心的 那么经济内核是什么呢 当然现在是经济学的自由主义 我们叫做经济自由主义 那么什么是经济自由主义 它建立在什么地方 建立在经济学的理性理推导 而建立在什么地方 那么自由主义 其实有 最少有两个层次 那么一个层次就是 表面层次 就是 要保护个人的经济自由 要尽量缩小政府的规模 和政府管制的范围 小政府和保护市场 这是经济自由 这是我们一般常见的 那么还有深层次 深层次就是 要遵从自然秩序 遵从自然秩序 遵从自然秩序是什么 遵从自然秩序 比如市场就是自然秩序 这就是市场的情况 就是人和人之间 为了自己的利益 经过互动 经过多少代理的 不断的模仿 最后形成的一套 市场秩序 这就是自然秩序 而这个自然秩序 它又可以比较宽泛的确定 它不仅仅是市场 而是所有自然秩序 自然秩序 是吧 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就是其实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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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自然秩序 实际上是 这个 所谓 就是 天道在人间的一个体验 也就是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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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和人之间 就在互动 它不仅是在做交易 而且在交往 很广告交往 而交往呢 我刚才讲 就是说 经过多次重复博弈 最后会磨合成互动 规则 这个规则 它为什么是好的呢 为什么是好的呢 是因为 它是经过了 当事人的多次重复博弈 然后最后 大家不断地去修正自己的行为 就形成了一个 我只要这样的行为 我就不会 第一 不会损害自己 第二 不会伤害别人 我自己能接到 别人能接到 天则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对 我感觉天则就是 天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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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最重要的 第一 是遵从自然秩序 它从范围上 在种类上 是这样的 不仅是市场 市场就是其中小 第二 是指的自然秩序的演化 自然秩序 它有 它有自发的秩序 自发的演进的 或演化的这种 扩展的这种秩序 它是自然的秩序 它是自然的秩序 画的 你要去遵从 它的变化 你要去遵循 你要去遵从 这里还包含什么 含义 就是 这跟前面讲 有什么联系 第一 它强调的是 我们人类 离行事件 就是说 我们会对某些自发的秩序 有某种经验 会有某种理解 甚至有某种理性的经验 这是没问题的 比如我们对市场去理解 甚至去运用市场 甚至还写个教科书 去讲市场怎么回事儿 但是要注意 我们的理解是有限的 我们对市场理解是有限的 对其他自然秩序的理解是有限的 我们很多时候是不知道的 刚才讲 我们格物置之的 所达置的认识 是有边界 尤其是到什么地方的边界 我可以说到现在的人类 在复杂体系 或者复杂系统面前 是不能全部把握 包括叫经济体系 就讲经济体系 你就不能把握 你现在没有人能给他们预见 做不到 一个企业力步骤很难做到 对 它是个复杂的体系 那关键在于 那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不知道怎么办 他比如说 怎么叫遵从自然之事 就是你不知道是吧 你就什么都别做 你就什么都别做 这是个重要的结果 大家明白 就是说 我不知道 那你怎么办 我不做 不做是什么结果 不做是什么结果 让自然智慧自己发挥做 就讲到天和延代 四十几年百物生液 天都没说话 这个四级账变换 这个乱物账变换 天都没说话 你政府说什么话 政府说什么都没说话 你人说什么话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 这是大智慧 大智慧 就是说 所谓民生主义 就是说 我一定知道这些事 其实不知道也要假装不知道 然后不仅知道 还要去干涉 包括我们现在的政府 政府做的那些事 都是 我现在老子写了张批评的 我给你们做的事 都是 都会在解释自己创造的 现在世界上就是 大家知道 政府做很多事 都是在 包括那个房市 你看 我就是 五月份写的文章 我说 政府应该在市场面前保持肱定 你一会儿要去库存 随定搞一个政策 然后那个发展膨胀 那要去现做 然后哪天又抹动 然后又去库存 不都是你在干嘛 就是你做的事 你创造的问题 你再解决 所以我经常说 所以我偏面上提问叫 先把房子变成问题 再去解决 这话可以套的 就是说 你什么都是这样的房子 但是不仅是中国政府 美国政府也是这样 美国现在打的那些恐怖 全是它复制起来的 萨达姆是他复制的 他要对抗伊朗 拉登是他复制的 他要对抗苏联 他要对抗阿萨达 全是他复制的 他在打 你看他的愚蠢 所以我就特别提回一句话 就是 当初科斯拉 我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 我就跟他讨论 他特别推崇 埃德华吉本 他写的《诺马帝国》 其中有句话特别经典 就是人类历史 无非是人类的愚蠢灾难的一个季度而已 你看过人类历史 你说他做的都是什么事情 其实这其中的关上很多东西 人类很多东西 其实就是 你不知道 你就假如自己知道 然后还要去干领 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我说 在这里为什么说 特别推崇经理学 他的传统就是这个传统 他不是干领 传统 他的传统是 魁奈和亚当斯密建立起来的 那么到后来 现在由哈耶克和赛斯这些人来传统 这是他的传统 这也签索了 信众的传统 就是什么是经理学 这是什么 那最早的源头是 最早的源头是 最早的源头是 魁奈和斯密 魁奈 魁奈 大家知道 我们经理学说是 中文学派的领袖 中文学派这个词 就是 中文学派这个词 就是两个希腊词 但是我不太会念的 一个词就是自然 一个词就是通知 中文学派的希腊词 就是自然知识 就是自然知识 就是这个在的 经济学 就是现代学的创始 知识 就是 就是 强调的 遵从自然知识 它根是什么 所以 而他的认识问题 就是这个 理性有限 理性有限 对 他认识问题 大家不看词面前 就看他一个 他讲的就是 认识问题就是 人不可能 理性有限 人不可能 全部把握 这个 天道 我自然知识 所以 人必须有所敬畏 就是要敬畏自然知识 敬畏天道 敬畏就是 在一定之后 最聪明 你不要做事 那么为什么 敬畏了就好呢 这有个问题 在这些人案里 自然知识 在自发的秩序 就是好的意思 在自发的秩序 自然秩序 在中文学外 就是好的意思 在私密之内 也是好的意思 为什么是好的意思 就是说 这是一个 人类之所以有今天的 一个 最基础性的东西 那就是自然秩序 会有好的结果 对人类来讲 为什么 这个话题就特别大了 为什么 所以我曾经过 人则原理 就是宇宙学 人则原理 人则原理 什么意思 就是说 为什么 宇宙是如此这般的 然后又形成了如此这般的 太阳气 又形成了如此这般的地球 地球又这样的演化 那么 又形成了动物 灵长类和人类 问这个问题 对 因为很多人会去 上来去看 就是说 假如比如说 当时的 什么 碳原子没有这么多 或者水 没有这么多 或者地球那个情角 不是这种情角 或者那个月亮的重量 比现在重点 就完了 就没有人类了 就差一点点 都差一点点 那么 那我的回答是 假如不是这样 就没有问这样的问题的前提 什么意思 你都不存在 你还问这个问题干嘛 就是 你到我来说 就跟你 你说 哎呀 我 我好幸运哪 你想想 一个男的黑女的结合 然后生了我的祖先 我祖先又生了 中间有个人出事了 不就没我了 但你不要问这个问题 你就到我来想 有我 就正证明前面那个 我所有祖先的那个 连续下 哈哈哈 对吧 人的原理也有没有 那么 自然知识也有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 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其实已经回答了 因为我们现在活着 因为我们还能问这个问题 为什么自然知识是好 为什么是应该要去遵从 要去敬你 要去敬你 只是现在没有那个敬畏之心 其实是 你要敬你 然后还是得 我们一直坚信 我们敬畏上会有好 为什么 因为 现在我们活着 我们人类在反动发展 就是这个 没有更多 所以 这是对土杂问题的一个 最聪明的问题 老师 我问一问 北京就有天堪 是不是我们国家也有这种 敬天的概念 当然 敬天 就是啊 对 对 看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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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